大家好,我是队,今天带来一期《全荒十四》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广州ZN大战不动冥王 不动冥王用纳吉德手法,其实他金家帆才是王者 广州ZN呢,他的草蹄精被人称之为一个咒草 而且之前手底的八神也是超级的帅 但是今天他并没有用八神手底,他选择了顺影手底 其实顺影的属性是要强于八神,这个毋庸置疑 草蹄精开场先打上一套 虽然说草蹄精用的人很少 但是广州ZN还在仍然喜欢草蹄精 大招 纳吉德打完一套之后,继续开启压制模式 纳吉德的连招仍然是那么的多 哦,被一脚弹飞,蓄力脚 百名七手草蹄精中脚,刚才没有气 如果有气,一个BC就有可能摸了过去 非常的可惜啊,刚才那一击中脚 好吧,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广州ZN的玛丽 玛丽打中间位置也是超级好用的 对,他在权荒尸死中是以DLC的身份出现 一出现就是技术王者,出道第七巅峰 哇,现在玛丽大招上了 这波两次应该可以收掉 他这个纳吉德 还有一滴血,但是也没事 再踢了一脚补刀带走 不动冥王已经慌了 好的,现在看不动冥王的草蹄精 他这个草蹄精排在了第二位 强度究竟如何呢 现在草蹄精防住 奈洛罗压住,起身 CD 哦,现在草蹄精再来一个 哦,双方又应对起来了 清腿两点,玛丽开始连了 哎,滑铲BC 然后再来一个生龙,落地生龙甲 反边菜子跳中腿打起一发压制跳CD 全环色色跳CD还是挺好用的 打康以后还可以再接招式 哦,现在草蹄精 来一发中段,燃烧 大招打康了 哇 很快的一个反应速度啊 现在不动冥王的草蹄精在角落 也是被压得瑟瑟发抖 但是他一个BC也冲了出来 要打上一套 切手势该两段 走,反身位 哦,奈烧洛打逆向被猜到了 其实这个奈烧洛打逆向太明显了 很容易被对手看出来 今天这期视频呢 也是节选自换三杯的精彩片段 现在不动冥王 金家帆终于出现了 清水三点 哇,空中弹 然后空中天空凤凰角来一套 这套两次一回收将近半管血 广州的那玛丽 能不能也点一个比生龙甲空了 这个圣龙甲预判失误 只能看广州人最后一个瞬赢了 瞬赢也是王者级别的角色 瞬赢出手 两个王者级别的角色发生对抗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金家帆开场塞地硬杠 下半掏他一把 其实金家帆的下中角 感觉还是有点废 下青角 好 瞬赢跳地 利用他强势的这个中角啊 特别是站中角 下青角 都是瞬赢的强项 空中大爪子 马上五颗气 诶 五颗气了 大爪子蓄了一下力 现在五颗气如果抓一套 不动冥王必挂 就看眩影能不能抓到这个机会 CD冲拳 哦 对手ES也冲了出来 对爆气以后的金家帆 也是超重了 三七隐藏大招 让 必须要让 我没了 一套带走 完全不是问题 天马流行拳 大趁 金家帆 好的 广州ZN拿到第一分啊 这波隐藏大招 也是够劲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还是同样的角色 不动冥王 用纳基德首发大战ZN的草地精 快速想起手 纳基德也是有各种责的 如果被他连上一套 有可能会中第二套 有点像十人花啊 纳基德这个设计 他的招式出手 奈洛罗逆向 打出 断了 下轻手接招接断了 现在反而被纳基德搞了一发蓄力角 则反身位 我就没有则中骨 其实实战经验很足 广州边 抛下盘 防住了 中角BC 应对 这个ESD也是有小小的破绽的 对手用下轻手 你看 可以缺反到刚才 现在又想掏中角 轻手 两点三点 来了 起手 一波蓄力角 空中转一下 接笔杀 持人花 好的 下面进入到下一局 草地精打纳基德 开场其实很难打 确实难打 即便用的再好 他的属性不够强大 也是不行 现在看ZN的玛丽 马力来了 现在纳基德开场就打上一套蓄理角 板边 被抢头 两点开BC BCOK 打招两气 应该是结束了吧 好的 不动冥王下一个角色出马 有这个马力在中间位置守着 不动冥王很难攻破 ZN的防线 再加上顺影手底就更加强劲了 现在草地精出手 三颗气草地精 草地精试图掏下盘 再掏下盘 前线中的点一发 后面马力跳ZD先 跳ZD划铲 假一下 他并没有使用大招上去 这里头爆摔 流气打下波操作 ZD 凹BC 利用一个上升之剑开BC 又打了一套 还是连周不动冥王 依然处于被压制 中断伤害 套路 稳稳的套路 连环套路之后 草地精已经胜血不多 看草地精怎么冲出CD 当然草地精这个CD 连到以后好像不能 并不能回收太高的伤害来 不像马力 还可以接避上 倒生龙 中断七手BC 终于还是中了 独咬 其实不是该 荒咬 荒咬生龙 大蛇地再走 他最后上了一发两气 但是伤害仍然不是很高啊 其实这一次是三气连招了 对草星来说 这个回收依然不高 又被ZD给拿下了 接着看不动冥王 最后一个金家帆了 看最后这个手底角色怎么样吧 金家帆的优势 感觉就是在于他爆气之后 使用这个飞燕斩啊 硬值很小 如果是双方都剩最后一点血 爆气以后用飞燕斩硬凹就对了 因为很难有角色的技能 凹过这个ES版的 对 飞燕斩 下一局广州人的顺颖 出手 四颗气 顺颖先给一个C体先 跳低压起身 金家帆下半三点顺颖 稳住中段 没有中 顺颖再推上去 一脚BC又中了 火焰斩打一套 然后快速跳低压起身 跳 诶打逆向 五科气了 顺颖又五科气了 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如果广州人摸到五科气连技 还是有机会翻盘的 但是不能一套带走 可以打70%80%的血量 但是带不走 你看就被不动冥王给拿下了 五科气的顺颖也是 没有什么 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来 这局 没有发挥出的最大优势 比分来到一比一 我们进入到下一场 诶 下一场 我猪 后面草皮银 跳黑 一直在勾引 纳基德又是腰 好 洗手了 一直蓄力脚 草皮银用一个CD硬钢过去 哦 又发蓄力脚 来看纳基德 步步后退 步步为营 草皮银这局能不能浪一把 前两局都是在开场 就被纳基德废了 两点木牙之后没有用 草皮银血量一半 一半 只剩下 但是开场没有能量 草皮银还吃打不出太高伤害 还是要用能量 没能量的情况下 他完全不如纳基德 现在用了一颗能量 只能打个一起连 闪身则 打个压制之后 纳基德并没有选择用能量闪身 也不值当的 这个纳基德是手拿石人花 是一个怪物吧应该 他的双手 成精的石人花 哇 其实该两段 神龙直接结束 终于拿下纳基德了 不容易啊 好嘞 现在来看不动冥王的这个草皮银 也出现了 不动冥王 我猪 跳起来 抓头一下 然后奈洛压起身 轻角两点 哎 哦 不料飞跑头了一下 CD 中转伤害 然后广州灯再投他一下 投完之后中断起手 这一波草皮银 对 显得比较激进 尿倒以后 CD压起身 下盘三点 就是想一鼓作气嘛 看这个阵势 我压住了 再来一番 起手感荒摇 生龙 大蛇地 最后又用生龙接住 大蛇地打点够高 其实是可以接双火的 在十四里面 一个草皮银杀到了 不动冥王的金家芬 这下是发挥出来 草皮银的真正实力了 第三个回合来了 现在草皮银奈洛压起身荒摇 来一下 反身为打中 起手感上天 第三试之后 草皮银继续耐弱压住他的起身 不要 哎 金家芬一脚踢 喂 草皮银 不住 耐弱落呢 中脚BC开 开起来了 骑士无耻感 光耀三试 这样接的话 接不住第三试 要穿三吗 这局这是要 金家芬显得有点慌乱 空中必须凤凰凰鸟带走 再给草皮银浪的机会 那么不动民王就被浪没了 好的 看不动民王能不能征服他第二个玛丽吧 生这么点血了 只剩下半滚血的 金家芬呢 好 玛丽开场就距离不够 金家芬抓到先手 玛丽的先手没有抓到 没有连上 后面金家芬再跳过来 压起身 清脚 两点BC开 又开了 落地弹一下 空中天有凤凰角 抄杀麦克斯两气 没了 现在金家芬又 以一人之力 反到了广州人 最后一个顺影 很有戏剧性 这场的比赛 看广州人这个顺影 够不够劲 争不争气 这一局其实ZN的胜率还是很高的 不动民王把气都放完了 没能量了 ZN倒是还有四颗能量在手 所以说广州民王这一局必须 对找时间点集下气 没有气是打不动的 全王十四 完了又中了 三气隐藏上了 又是这一套 没办法 不动民王只能拜拜了 大家来播关注 每天更新精彩队的视频